我们通过一段短片来了解一下 陶承贵有过两段婚姻 第一段婚姻可以说是非常完美 可惜第一个妻子没能陪伴陶承贵走到最后 妻子去世后 儿子成家立业去了外地 空荡荡的房子里只剩陶承贵一个人 此时陶承贵迫切地想再找一个人共同生活 2013年陶承贵帮人干活的时候 认识了第二任妻子 她是在一个人 一个人我就难得 我就不管她 一个人我说我也一个人 我说你愿意大喊的话 咱俩出了这一项活 好跟你说 一说她也就同意了 可惜因为性格不合 第二段婚姻将将维持四年就结束了 你的皮太薄 我的天还能拍摄 你我宣语 我宣语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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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